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 從十二月十六日開始舉辦七場 徵才 提供七百九十個職缺 其中知名大賣場在本週六招募 寒假公讀生 一百零二年開出的 公讀生需求比往年大幅增加 目前已經增加到兩百零九名 而且首次召開現場報名面試 就像我們的義大 我們的義大他今年需要的是 兩百三十五人 然後目前還在持續的 持續的應徵當中 如果有需求的學生 都可以來我們中心這邊報名 十八日在鳥峰就業服務臺 有不少社會新鮮人前往求職 希望能找到理想的工作 薪資喔 就是技術員 對這裡有技術嗎 有 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表示 為了讓大專青年提早了解職場現況 與一百零三年一月將舉辦 青少年職場全能體驗儀 讓青年們在就業之前 先了解各種不同職業的工作內容 跟運作方式 包括餐飲 電機 美容 水電供芭蕾 即日起開放民眾報名 記者母定高雄市採訪報導